出生人口低于八年抗战时期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遇到了比当年日军全面清华还要严重的问题 说明我们遇到了比清华日军还要可怕的敌人 1944年和1945年 我国出生人口分别是971万和1005万 2022年我国出生人口是956万 2023年上半年全国出生人口523万 比2022年还减少了36万 专家预计2023年出生人口可能跌破800万 如果成真这些数据将比1942年 全国大部分地区爆发大饥荒的时候 出生的人口还要少80万 你可能会说现代人的生活观念变了 但大家不要忘了 那时候全国的人口只有4亿 而且全国都在打仗 食不能果腹衣不能遮体 而现在是14亿人 整整多出10亿 肥胖率16% 男性操纵率41% 生活不能说不好啊 而出生人口却少于兵荒马乱的八年抗战和大饥荒时期 我们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我们到底遇到了什么敌人 它比当年的清华日军还又厉害 从出生人口的角度讲 历史的车轮仿佛又重新回到了1937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又要经历一次八年苦难